受地震的冲击百业萧条 在玉里地区也有很多民众失去了工作 镇公所有鉴于此特别征询到 震灾临时工的计划 有63个人在8月5号正式上工了 镇长龚文俊在开工前说明会也表示 会齐力为镇内的环境清洁来努力 玉里镇长龚文俊 公所业办人员在台前详细说明工作内容 以及相关规定 台下63位即将成为 玉里镇内亲近家园新省力军的乡亲民众 专注仔细聆听之余 能够拥有这一份工作收入 也稍稍减缓了镇后家庭经济的压力 玉里镇公所今天上午召开震灾临时工开工前说明会 邀级同时也向各里里长以及代表 还有受聘雇的63位临时工说明 未来这63位临时聘雇人员 也将分配到各里办公处或公所 负责环境清洁维护的工作 各里里长也正面肯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0403地震之后 玉璃镇受到冲击 百业萧条 许多民众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 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 镇长公文君有鉴于此 特别争取赠灾临时供计划 获得核定63个元额 提供证明一个临时的就业机会 有能力重建家园 获聘库的63人8月5号正式上工 镇公所指出 主要是以全镇公共空间 以及道路环境整洁等 灾后复原工作项目为主 工作期间是从8月5号 开始上工日起 到113年12月止 共计5个月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 5个月5号 masih下工地资访报道 作者是玉兰玉璃鲜参考古时之后 我们不在电话中仍ün了